大家好,苏小和批评书,这里是苏小和批评书 我们今天开始新闻联播,关于上海的新闻联播 上海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晚餐好 叫你们上海的父老乡亲不高兴,父老乡亲 这是土别地方的说法,上海的应该叫什么呢 是吧,各路的装差饭,你们好,讲三个消息 中国国内的互联网的管制,比我还在中国的时候,那真是严厉了太多 所以你如果不翻墙,你基本上是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你时间一长,你不成傻瓜,你才怪了个缺语了 我这两天不是给国内的有些人想看我的书吗 那又不能寄书,你知道吧,就只能给他们寄电子邮件 他们有的朋友都给钱了,我在想办法给他们把电子本 电子就是PDF文件给他们寄过去 结果我知道我用我的Gmail邮箱给他寄过去 肯定是收不到的,还国外的邮箱 你寄到中国就绝对被这个难住了 我是用我在中国国内注册的中国国内的邮箱 然后从自由世界往中国国内墙内寄一本电子版的PDF文件 而且文件的书里面,我这个书没有任何反动的内容 都是纯学书的书是一本,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这样,所有收到我的邮箱的人都打不开 但是所有你如果在中国,你如果会翻墙 而且你与此同时,你用的是Gmail,用的是海外的邮箱的话 没问题,直接可以下载,直接可以看 但是你如果是比如说你QQ邮箱 163的邮箱,搜狐的邮箱统统打不开 但是你一翻墙就可以打开了 你知道吗,意思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他对所有的,即便你用中国的在注册的邮箱 完了以后往国内发送附件,也要被屏蔽 根本也说不到,以前哪有这样 以前我在北京的时候,那时候Gmail的邮箱都能用 都不用翻墙,真是,恍若隔世 包子这几年,真是缺德 所以上海的各路装差犯,你们一定要记住 多翻墙,都出来听新苏的造谣传扬,对你们有好处 我对上海这个城市是很有感情的 今天给大家讲讲三个上海的新苏联播 绝对比这个什么CCAV的新苏联播要靠谱 第一个就讲什么呢 就讲说,哎呀,我看到了以后,我是心里挖凉挖凉的 但是呢,又为大家感觉到有点高兴 给大家先来点正能的 就是上海开始调整这个什么CT值 大量的阳性的病例啊,突然就变为阴性了 然后就让你出了医院的,出了方舱了 这样吧,哎呀,然后就开始实现 政府就开始宣布清零了,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想搞清零是不可能的 然后呢,又又架上去了 共产党这个狗东西了,他是不会认错的 共产党你看他做事情 或者说你看一个人做事情,我说过的啊 我老早之前,十年前我也说过的 你跟一个人打交道,你跟一个组织打交道 你就看他认不认错 因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组织 他都有错的时候,如果一个人 他能够说,哎呀,不好意思我错了 好吗,我跟你道歉 哟,这个人我跟你说 你跟他以命换命,以性换性没问题的 人都是有错的 贵在认错,人一认错,组织一认错 国家一认错,历史一认错 我跟你说,土工如果他认错,这个国家这个组织还有希望 你看土工这些人,他什么时候认不错 或者说我们把这个,退一步 我们不把土工说的这么难听了 比如说邓小平上来搞的时候,是不是 他知道你那个农村的人民公社肯定是错的 他也不认错,但是他退一步,是不是 我不是我人民公社错 完了以后我说什么 我说我可以允许农民搞年产成负责任志 结果中国农民就有饭吃了 你看到没有,他其实是一种变相认错 文革这个东西,邓小平说认错的 叫十年浩劫,是不是 所以知识分子频繁的招学就搞起来了 然后大家80年代就活得有点起色 完了邓小平突然觉得不爽了 又搞六四了,他又不认错 到席报子之后干脆说文革是十年探索 这个时候你想想他也不认错 其实人类社会他没那么的新鲜事情 你就在最简单的问题上 你能够搞清楚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些个道理的 就是最简单的道理 圣经里面的,我们比如读圣经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特别多的 上帝的奇妙的行为 比如说过红海,红水都沾成一堵墙 那么宽到红海,让出一条道 让以色列人过去 这谁能做得到 没有人能做得到 还有什么死人四天都臭了 耶稣让他复活了 这种叙事非常的多 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 当上帝向人类颁布 人类社会的第一步法典 摩西十诫的时候 你把摩西十诫 一共就估计不到200字 你仔细一个字看 他没有任何神迹趋势 就是大白话 人人都懂 人人都看得懂 是吧 根本就没有任何特异功能 是吧 没有搞什么让你不可理解的事情 就是几句大原则性的话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东西它是非常简单 人类社会想在这个地球上 稍微过点好的生活 你就用最简单的尝试 上帝告诉你的尝试 人人都有的 叫一般取是 你自己想想是不是 这个时候你想想 共产党这个东西 它就是什么 你不要做假见证 神经是什么讲的吧 假见证什么 就是你不要 不要不认错 不要这个撒谎 不要搞这些个事情 对你没好处 知道吧 凡是你看到一个事情 一个组织 一个人不认错的人 这个去麻烦呢 因为我不是我说什么 我跟我老婆生活十年了 我们从来不吵架 为什么呢 因为遇到什么事 你说怎么没事 两个人是吧 舌头跟牙齿还打架呢 大家都要么说我说错 因为海阔天空 我们的家里真是比宇宙还宽阔 虽然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房子 因为我们的心真的像上帝敞开 我们认错了 共产党你看到没有 他现在搞成这样 你把这个上海都搞成这样了 动不动就说人家是阳性 动不动就隔离 完了你要动态亲您 你又亲不了您怎么办 他要退一步啊 这个时候就就搞了一个什么调整这个CT值 就突然就把你的本来是个阳性的那个相关 给你人为的给你转成阴性 就是让你阴就阴 让你阳就阳 让你伪就伪 让你举就举 是这个意思吧 你不是无聊吗 哎呦中国人的真是阴阳人 我跟你说阴阳阴阳是什么意思啊 阴阳相隔 阴就是死啊是不是 阳就是活啊 所以在在上海这个事情 你发现有没有 你如果你是阳性 你收到方舱里面 你还不知有饿死 哎呦真的不得了 那中国人都是阴阳人 共产党都是畜生 我跟你说他不认错的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记住啊 好消息一条说的才多 第二我们再讲讲上海 第二个好消息啊 第二个不好的消息 特别特别让人悲伤 说上海高达上的静安区啊 是个长乐路 哎呦这个地方我去过的 好地方啊真的 那地方有很多个管子啊 你面包房啊很好很好的啊 静安区好地方 高达上啊 应该是上海最高达上的地方 那上海最高达上的地方 就中国最高达上的地方啊 以前的那个租界殖民地 在那边搞起来的很舒服的啊 静安区长乐路啊 是法租界的一个区域啊 应该算是上海的黄金地段吧 那肯定哦 是不是啊 在这里却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啊 是5月1号 长乐路1222号 一栋5020 58岁 独居的男子 吴小伟被发现 饿死在家中啊 有地址有姓名的啊 我们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啊 尸体都已经臭了 你知道吗 因为不得了的事情你知道吗 哎呦咱一定要记住啊 58岁年轻着呢 那怎么是一个脑子 那根本不是脑子好吗 58岁是个年轻小伙子行吧 我气死了 吴小伟 看到没有啊 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 好几个人你知道吗 就他们有好多 就搜出一个叫吴小伟的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独居的女生啊 也饿死了知道吧 还有一个有有好几个人 对吧 所以你就知道啊 这个事不得了 你们这上海的人呢 不知道 他不会告诉你的啊 我们就说这个这个58岁的 这么一个人 你看到没有 男子 独居的男子 吴小伟 饿死在家中 有脾气吗 靖安区 高大上的地方吗 呦我也想起了 靖安寺 哎呦那个地方 哎呦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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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开车一不小心就会被警察难住 那个地方 哎呦那停车呢 叫一个男的 各个楼下面的停车场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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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上下的停车 你一没点技术 你根本就停不上去 哎呦真是麻烦的 麻烦的很 哎呀搞成这样啊 然后往前面走 就很高大上的地方啊 各种 靖安区高大上的地方 我们再说个上海的第三条信息 清浦区屌丝地方是不是 下肢脚 你下肢脚都算不上 跟安亭差不多 我问了一下 说清浦区在上海的这个 歧视链里面是个什么位置 大概跟安亭差不多 我知道吧 所以这个穷 穷人呆的地方 这个上海人呢 我觉得经过这个西包子的铁拳之后啊 我觉得你有点尝试的上海人 有点认知能力 有点纠错能力的上海人 你不要跟土工一样的 我刚才上来就说了 土工他是死不认错的 是吧 你如果一个上海人 你被西包子 被共产党都打成这样 你还不认错 那就晚了 那你说 你生命是没有意义的 你活着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不如的生活 认个错吧 你清不去的人 比你靖安区的人 又差到哪去呢 是不是 然后你江西的人 贵州的人 比你上海人差哪去呢 为什么要有歧视链呢 是吧 为什么东不东顺 外地人呢 不好 知道吧 你这会儿你上海人 被外地人吸包子给弄死了吧 给弄惨了吧 但是我看这个清浦区 这个屌丝地方 这个乡下人待的地方 你看没有 清浦区金泽镇 再报警民冲突 一位脑人买到捐赠物资后 向众人展示啊 揭露有人黑箱操作 发布衣制裁 而后脑人就被警察就给抓了 结果呢 现场上千人的群众啊 群起公知啊 就反抗保护这个脑人 场面是相当激烈啊 有人把这个场面就放出来了 特别的生猛特别的火 很长的视频 现场很好看啊 我跟你说啊 你就发现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个清不去的这帮老百姓 上次我还说过这个浦东的张江 是吧 张江那边张江镇的也是 你也是乡下人 是不是 那就比你这个金安区的人强 你成不成人吧 人家就敢干 就敢跟这些个白卫兵 跟这些警察干 他能把他怎么逼啊 你跟我说 后来他们成功的把这个 要抓走的这个脑人 给他救回来了 啥事儿没有 我跟你讲 哎呀 不要怕他们 真的是 他们说这个 有人告诉我的啊 说这帮孙子啊 这帮土工的 这帮打手啊 他就是什么呢 他就敢抓这个老年人 他觉得你抓老年人 你也没劲儿 一把年纪 比如说抓一个七十岁八十岁 他抓我这么一个老半岛头子 一抓我一点劲儿都没有 是不是 我还不乖乖跟你走 是不是 但是遇到年轻人 牙齿一咬 是吧 然后你眼睛一瞪 手上另一个板砖 也跟你拼 那帮警察那帮白卫兵 就认怂 就闪了 你那你明白吗 所以啊 上海的年轻人 真的你们要勇敢点 别怕他们是吧 他们他们的遇到你们 这帮年轻人就怂了 知道吧 所以你要保护孩子 保护这个妇女啊 保护老人 不让他们被警察给抓住了好吗 加油啊 上海新闻联播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